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应该是从周末左右开始 那我们注意到呢 其实在海外呢 有关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四周年这件事情呢 已经紧锣密鼓了 而且相应的一些网站在第一时间呢 推出了一些文章 那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是 这个六四呢 二十四周年 其实想一想时间蛮快的 有关六四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知道今年呢 据说发起了叫黑山运动 就是希望大家都穿黑T恤 在那一天 那我们知道在海外比较瞩目的呢 应该是六四晚上的香港的维员 那去年达到了这个顶峰 应该是去年的顶峰是因为社会的背景 香港的背景有关系 那今年呢 我个人感触呢 恐怕要创新纪录 因为梁振英呢 已经被打到底了 说被打到底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香港人踹他一脚 恨不得骂他一口的话也差不多了 他创了记录了 但是呢 共产党的作风就是 共产党有一句话 对不对 你不打他不倒 执政的 握有权力的人 你不打他不倒 那作为共产党的这个 这种传统的风格 甚至人们把他梁振英 誉为地下党员的角度来讲呢 他肯定不走 对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一定是这么个概念 但是呢 这个概念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呢 我们可以预示到呢 很可能今年六四在香港呢 会出现一个特别的场面 而我们也跟大家讲 今年2013呢 在我的眼睛里应该是中国人的年 2012呢 是真相大白 而2013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一种在真相大白的基础上 全民反迫害 而这种具有纪念性的日子呢 让人们都会能够重新 或者说更加激励人们有这样的思考 而作为六四呢 我们知道发生在十二年 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今年还是十二年 过去的这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 每一个十二年都出现了非常动荡 和在全球有着影响的这种概念 这种事情 所以应该讲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在六四之前 我们现在做这期节目 已经是六四之前了 但就在同一时间呢 美国之音已经登出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天安门民主大学将浴火重生 那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美国的洛杉矶 他讲说八九六四前夕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曾经斩断出现过 天安门民主大学 将近二十四年之后 中国和海外一群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者 决定在纪念六四民运二十四周年之际 宣布恢复和扩建天安门民主大学 很多年轻的朋友对六四实际不太清晰 我个人觉得你会借助这今年的这个时间呢 会重复六四能够知道的相对的真相 因为有另外一部分的真相呢 是被中共完全扼杀了 那天安门民主大学的 他的宗旨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 那他介绍讲说 在六月三当年六月三号晚上 由学生构想的天安门民主大学 在解放军压境的时刻诞生的 他记住天安门民主大学 他是讲说是在六月三号的晚上 那六月四号的凌晨就被清查了 当时的名誉校长颜家琪 深夜在广场讲了第一课 大学就在军事镇压下消失了 二十四年之后 在加州的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 那一群海外民运支持者 通过两个多月的策划 星期四晚上 以天安门民主大学 副校扩建筹备组的名义 发出消息 呼吁海内外支持者 联署副校的宣言 这个时间应该是上个 他只上个星期四的时间 在宣言当中 他是这么说的 当今中国一党独裁 遍地施灾 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悬殊 独化环境 这样的环境 必将毁灭中国 并且殃及世界 而所有的原因 来自于一党独裁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领袖 冯聪德 讲剑校的宗旨就八个字 这就是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当中 这是第一个 就是声音比较大 而这些人呢 都是当年六四广场 在六四天安门广场时的这些领袖式的人物 那现在他们还在世 因为有些人已经走了 文章讲说 整个筹备组的召集人是房正 此外呢 包括雄言 包括风聪德 而整个今天签署的人呢 他说包括严家琪 徐文利 陈奎德 万润南 郑毅 苏小康 等等等等 这些人 那房正也提到说 包括包同呢 也非常支持 愿意在国内 作为这个行动本身的发起人 依靠他的影响力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六四的这件事情的 最新的 今年看到最新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就很特别了 六月三号晚上 严家琪作为名誉校长 讲了第一课 然后这个学校就没了 二十四年之后 那原来的这一批人 要把这个学校重新做起来 叫做天安门民主大学 我想说呢 这里面最关键的概念呢 就是一种精神 美国之音有另外一篇文章 中国网络观察 国家实行强奸 那这个词就非常的残酷和刺激人了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长 他首先提到了强奸本身的概念 然后提到了一个强奸民意的概念 强奸民意直接讲说是当权者 强权者 独裁者 流氓政权 强行将自己的意志 话语插入代入或者取代谜 这就是他把这个词详细的解释了 然后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 第一个标题非常刺眼 国家强奸幼女 这里说的很简单 在大多数国家有一个共识 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时 就是属于强奸犯 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这是一个大家共认的一个正常的概念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改变了 那他直接提到的就是5月8号 河南省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再平 据信与他人一共强奸了六名小学的女生 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官方媒体 不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却费尽心机用尽手段 为局势公认的强奸行为开脱 将强奸幼女的行为漂白为开放 听上去就像一个绝对无害的旅客 在一天周车劳顿之后的投诉一样 这个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令人愤怒的 愤怒的就在于 媒体CCTV新华社 竟然为一个小学的校长 去这么开脱 他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中共的法律出了一个词 叫做嫖宿幼女罪 公然为官员 为这些有钱的人 去强奸幼女 直接从法律上开脱 他说他是错的 是不是错的 是错的 但是他叫嫖宿 嫖就是女人本身也应该负有责任 他不是强奸的行为 对吧 他不是强奸的行为 但为什么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女 这个幼女 取这样的态度呢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 有一个朋友原来曾经贴过帖子 说有个很怪的现象 今天政治局常委当中 大部分人的孩子是女儿 我就想你们这些当地的 问你自己的女儿 不是石刀说话狠 而是你这个政体本身就是连禽兽都不如 因为你从法律上去这么做 法律上为这些不是人的男人去做这样的开脱 因为他是你中国共产党员 因为他是为你曾经做过什么东西 因为他维护你这个独裁的统治 对不 所以我说呢 你们这些当地的 问你自己的女儿 如果你的女儿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被男人这么做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 当你手中有权力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政体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在这篇文章里他写的非常直接 他说在批评者看 中共当局和当权控制的官方媒体 如此将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所公认的强奸 说成叫朴素 意思是很明显的 那些跟幼女发生关系的官员固然不好 但是这些女孩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一党统治的中国 中共当局确实是做任何事都非常方便 这也是独裁体制的强有力的一种做事的一种表现了 对吧 强奸幼女的严重罪行 不但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化为无害的开放 中国的医院也可以提供非常方便的证词 声称那些遭到强奸的女孩 而处女魔没有破裂 而之前中国的警察说 戴套不算强奸 悲愤的中国公民 网民发出强烈的谴责 指中共官员当局 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官媒都是强奸犯 而那些无辜的小学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连续遭到多重多次多层面多种多种方式的强奸 肉体的 精神的 媒体的 医院的和法律的 什么叫国家恐怖主义啊 这个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所行使的统治 就叫国家恐怖主义 什么叫反人类罪啊 这就是 这本身就在发生 什么叫灭绝人性罪啊 这就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